小小蜜蜜我們今天要講 媽咪很喜歡這個系列 你也很喜歡對不對 小象愛莉爺 你還記得他嗎? 嗯...跟他的好朋友小老鼠喔 你看 在旁邊小小都看不到了 Little Elliot for friends 小象愛莉爺的故事 有好多蘋果喔 有紅蘋果跟青蘋果耶 你前幾天是不是吃了青蘋果 好大喔 很大的青蘋果跟紅蘋果 你想要吃什麼顏色的蘋果 沒有紅蘋果 這就是紅的 只是灰灰的 那個顏色比較淡而已 這是青蘋果 這是紅蘋果 那我也要吃你 你要吃哪一個 紅蘋果是不是 嗯嗯 青蘋果 青蘋果 好那你拿一個青蘋果 我不要 我要很大的 你要很大的 哇~~ 好啦 趕快吃吃的做好啦 我們來聽故事囉 Little Elliot for friends Little Elliot for friends 小艾莉也和她最好的朋友 小老鼠 他們住在一個好大好大的城市裡喔 他們都很喜歡住在大城市裡喔 你看 五光石色的 各種漂亮的招牌 這是大城市才有的 可是呢 有的時候大臣是太髒了 或是太吵了 巴巴巴巴 或是太繁忙了 到處都是人喔 小老鼠說 我想要去度假 他們的蛋糕被鴿子吃掉了 心情真不好 所以呢 燒完的早晨 艾莉亞和小老鼠搭了公車 要去鄉間耶 走在鄉前的小路上 他們出發了 是不是 他們看到了很多很多漂亮的紅葉 然後呢 這代表他們越來越接近那個鄉村了 那邊有什麼 很多樹 哇 艾莉亞和小老鼠下公車之後 聞到了很清新的空氣喔 嗯 艾莉亞說 哇 鄉間比城市更大耶 小老鼠說 我們來比賽 看誰先跑到那個山丘上 跑 跑 跑 鄉間跑 他們就開始衝了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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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達山丘上了 艾莉亞和小老鼠呢 感受到清涼的微風 微微吹來 然後還有什麼 暖暖的陽光照在他們的身上 躺在柔軟的草地上 好舒服喔 他們兩個都沒有說話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艾莉亞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的叫了 肚子餓的咕嚕咕嚕腳 全身無力不能調 怎麼辦 艾莉 媽媽的三明治 三明治不得也 喔 所以她要吃媽媽的三明治嘛 艾莉亞說 我肚子好餓喔 然後呢 小老鼠說 你看你看 那裡有一些蘋果樹耶 我們去摘蘋果好了 於是他們就跑來摘蘋果了 艾莉亞說 哇 鄉村的東西真美味 而且好好玩喔 我們來玩躲貓貓吧 他們躲在哪裡 躲在樹葉裡耶 然後呢 小老鼠呢 先去找 他找到艾莉亞了 他躲在那個空心的樹幹裡面喔 然後呢 後艾莉亞去找了 他找到小老鼠躲在南瓜後面喔 他躲在南瓜田裡面 一下就被找到了 這時候艾莉亞決定了 他要躲在一個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他躲在哪裡 他躲在玉米田裡面喔 老鼠怎麼找 怎麼找 都找不到耶 你看小老鼠在上面看了半天 都沒有看到他 艾莉亞想的沒錯 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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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都沒有來找他 小老鼠沒有找到他 他躲得太隱密了 他藏得太好了 嗯... 小老鼠去哪裡了呢 艾莉亞想 所有東西都靜止不動 靜巧巧的 非常的安靜 突然間 艾莉亞聞到了 好香好香的味道喔 是什麼味道飄過來啊 是派耶 艾莉亞循著這個味道 來到了一個房子 他說我要去找這個味道喔 找到了一個派 好香喔 哇 我找到你囉 小老鼠說 蛤 他從派的後面跳了出來 小老鼠 艾莉亞也很開心見到他喔 所以這算什麼 陷阱嗎 應該不算 他用派來調那個 小巷 艾莉亞 好啦 嗯 喔 跳過 媽咪跳過一夜了 對不起 嗯 小老鼠說 當我找不到你的時候 我的新朋友嘛 告訴我 我可以考一個派喔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樣你就會循著香味來找我了 所以 小老鼠交到了什麼 交到了牛牛 公雞 馬 還有小狗 還有小豬 他們都是 那個小老鼠的新朋友 嗯 然後艾莉亞很開心 他說 沒有人比你更了解我耶 那天傍晚呢 大家都聚在一堂 聚在一起 齊聚一堂 然後 圍著桌子坐好之後呢 享受秋天的盛宴 好好吃的點心 好好吃的派 好好吃的水果 嗯 小老鼠說 敬 新朋友 然後艾莉亞說 敬 好吃的點心 嗯 叫小米 想不想吃一個蘋果啊 這條蘋果 還是要哩哩 還是要拍 都不要喔 好吧 那就 最後我們就要去睡覺囉 那天晚上 艾莉亞和小老鼠 兩個人躺在那個稻草 堆滿稻草的那個農舍裡面 天色漸漸暗了 有流星飛過 他們也睡著了 哇 是誰的星星啊 是小巷艾莉亞和小老鼠的星星喔 The end 你看過這三本嗎 Eliad Little Elliot Big City 還有Little Elliot Big Family 跟Little Elliot Big Fun 你最喜歡哪一本 你喜歡摩天輪的這本對不對 就寫 你喜歡家人的這本嗎 都寫完 都寫完 好啦 李安 秋天就是要看秋天的書囉 好 好